你知道吗?每天花几分钟的时间,简单地修改,添加文字,即可轻松赚5英镑,每天赚50英镑以上。 而且这个过程不要求任何计算机知识,软件操作,更不需要投资一分钱,你只要一部手机或者能上网的电脑就可以操作了。 无论是律师,证券从业者,保险经理,还是房地产经纪人。 为了拓展业务,这些公司的负责人或者销售经理,都需要准备一张涵盖公司简介、电话号码,以及电子邮件或二维码的名片。 根据品牌和行业的不同,名片的设计风格也是完全不同的。 名片代表着公司的形象,所以对于大部分商务人士来讲,为了提升品牌竞争力,雇佣设计师来设计一张适合自己的名片是非常必要的。 名片虽然尺寸很小,但是却包含着logo、文字、排版、边框、图像等诸多设计要素。 所以,传统的名片设计都是由广告公司来完成的。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各种AI设计软件层出不穷,拖拽式设计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和传统的设计方法不同的是,拖拽式设计是一种直观的设计方法。 你无需直接面对一张空白的画布,只需对预制好的模板进行修改,替换文字和图像内容,即可完成设计。 今天,我就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只需简单地拖拽,就能快速设计出一张专业的名片,而且每张名片能为你带来5英镑的收入。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微的频道。 我们为您带来最新,最简单的网络赚钱方法,帮你快速实现财富自由。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本频道,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个赚钱的机会了。 在之前的视频里,我已经为大家讲解过很多关于如何通过自由职业者平台Fiverr赚钱的方法。 5美元的基础价格让Fiverr这个网站风靡全球,成为最热门的在线自由职业者平台。 除了Fiverr外,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自由职业者平台FiveSquid。 这是一个坐落在英国的自由职业者平台,其特点是所有服务5英镑起。 按照今天的汇率计算,5英镑约合6.5美元。 可以说,这是一个竞争力小,且单价高的自由职业者平台。 打开FiveSquid的官方网站,搜索Design Business Card关键字。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提供相关服务的卖家。 打开其中一个卖家的销售页面,可以看到其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300个以上。 即使按照每当5英镑的最低标准,这位卖家也通过这个小技能获得了6500英镑,折合8500美元以上的收入。 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同样在FiveSquid开通一个卖家账号,并通过设计名片赚钱。 操作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三个步骤,即可完成本次操作并开始赚钱。 请大家跟着我进行操作。 第一步,注册成为FiveSquid卖家。 打开FiveSquid,点击右上角Join按钮,我们可以通过Facebook、Google或者Twitter账号直接登录。 登录到后台页面后,点击右上角Seller,然后选择Create Service。 进入到了创建服务页面,首先要填写标题。 我们可以填写I will provide professional business card design services。 由于是新账号,为了获得价格优势,我们在价格一栏可以选择5英镑。 Category一栏选择Graphics Design, Business Card。 然后我们需要选择一张关于名片设计的封面图。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无版权的素材网站,例如Canva搜索Business Card,就可以找到很多无版权的高清素材图。 选择一张或者多张素材图,然后选择上传就可以了。 在Description一栏填写你的个人工作经验和擅长的领域。 我会把这段文字放到视频下方供大家参考。 Instructions to Buy一栏填写售后服务的相关内容,我会把这段文字放在视频下方。 Tax标签一栏填写Business Card Design, Days to Deliver填写一天。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注册卖家账号的流程,点击提交即可。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卖家账号的注册并开通名片制作的服务。 我们可以看到,系统为我们的店铺生成了一个链接。 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销售页面。 第二步,开始设计名片。 设置好了卖家账号,当有顾客点击购买我们的服务时,我们就可以开始为这位客户设计名片了。 我们现在以互联网设计行业为例,来用拖拽的方法设计一张名片。 进入kema.com,搜索Business Card,然后选择一个和互联网行业相关的名片模板。 首先修改Logo,在Logo一栏可以加入客户公司的Logo和名称。 然后在下方分别填写客户的姓名和所属行业。 完成后,在下方分别填写客户的联系电话、电子邮件、网站地址和公司地址。 最后一步,替换客户的照片。 把素材自带的图像移除,然后上传客户提供的图像,进行拖拽和裁剪后,把图片放置到合适的位置即可完成。 名片背面的设计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替换Logo和文字即可完成。 第三步,完善资料,获得更多关注。 作为一个新账号,为了在众多竞争者中获得更多订单,你需要对账户进行优化。 例如完善你的个人资料,填写专业的标题和描述内容,尽可能地添加相关的Tag标签。 这样,你就能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收入了。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如果你认为本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大家点赞并关注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会第一时间回复的。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